明里炮 雷鼓 静香 竟现信金储博 每个环节都虔诚而庄重 两岸信众双手合十 以诚心祈求心愿达成 近期海峡两岸三山国王祭祀大典 在广东接洋举行 在这座拥有1400年历史的庙宇里 两岸同胞并肩而立 在三山国王文化的发源地 共同祈福 虔诚叩拜的 自然多为老年人和中年人 但在现场也不难发现 有一些年轻的面孔 也出现在人群中 有的甚至还显得有点过于年轻 在祭祀大典开始之前 记者在路上就发现 这一家人是全家出动 宝宝上在婴儿车里 就已经有了踏上旅途 虔诚其福的修炼 其实不会 一想参加的时候 就是想带着全家大小 一起来参加 没有任何的犹豫 这主要是我们民间信仰 也是希望说让小朋友 从小就开始接触我们这一方面 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个民间信仰 能够希望他们将来 这个成长的过程 顺顺利利平平安 也希望他们以后 能够有一些成就 另一张年轻的面孔 属于来自台湾桃园的江军琪 他也是陪伴爸爸和妹妹 一起加入到海峡两岸 三山国王文化交流团中 他甚至不知道 本次形成的具体内容 但年轻人有着开放的心态 在几天的走访过程中 他自得其乐 参观道观的时候 还和道长聊了很久 会想听故事 就当故事听这样 我觉得都不错 那稍微问一下道士 那稍微他帮我做整理一下 对有稍微更了解一下 他们的这个宗教体系这样 我不会从网络上了解一个地方啦 我还是比较喜欢 自己去看看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通常都会有 比较偏颇的看法 对不对 我不喜欢太偏激的看法 对所以会比较喜欢 自己去体会这样子 据统计 中国台湾地区 现有三山国王庙 四百六十多座 信众六百多万人 在各个县市 都能轻易找到三山国王庙 从小在台湾新竹长大的客家人 戴心玄 就对这样的拜拜 就很熟悉 就是从小到大 也是这样子拜过来的 对啊 那像那个客家话就是 外地都会一家人啊 我们一家亲啊 真的是两岸一家亲 手牵手心连心 对 而最让他惊喜的是 在参加这次祭祀大典的过程中 还遇到了自己的亲戚 在没有计划的前提下 大家因为共同的信仰 出于寻根房族的目的 不约而同相聚在此 文化在无形中牵引你我 跟好几个长辈有打了几个招呼 这样子 是来了就才知道 来了才知道啊 对对对 很有缘分 对就是我外公啊 我爸他们全部都熟的 对 戴心玄告诉记者 不仅是本次的文化交流之旅 如今的他在深圳就业 数年的工作生活经历 让他对大陆有了更多的了解 年轻一代 也是很爱拜拜的啦 对 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宗教信仰 其实两岸之间真的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同胞 我们是一家人 真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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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